是什么原因使他三十年来未见自己的亲生儿子 那么远远地看他一眼 我都心满意足了 才艺展示中浪漫歌曲却唱出悲伤情怀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去世老伴 最后关门离开家的那一刻 叫人心都碎了 对妻子真诚的信赖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 我说月了三千块钱 这钱你就花去吧 爱怎么花怎么花 你打了水漂一点我不问 人家还没打水漂呢 钱他已经连他卖面都不干了 人家就给他们娘家了 你看您这不合势劲的 不是给了 我这时候我心里不好 哎呦真的 选择现场两位男士竞争同一女士 您觉得您和场上这位先生相比 对于这位女士而言有什么优势 男人能小一点 我是北京人 你走错了 可以走回来 再走回去 这就是选择 这就是希望 选择安普 众云生 沐浴多少老年情 一切精彩尽在本期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今天首先要登场的一号女士 出场方式有些特别 她将和她的朋友们 为我们带来一段表演 掌声有请 盛装出席 为了支持您 对多谢我这些朋友 他们是经常会和您一起参与各种活动吗 对 现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每天安排还挺丰富多彩的 对 主要做些什么 一般的上午呢 基本上去公园遛遛遛弯 然后踢架啊 主要是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舞蹈队 也在一直练习跳舞 一号女嘉宾安秀宝 57岁 北京朝阳区人 国体退休的她 平时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外表看似阳光快乐的她 其实在她的内心 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 我是两段婚姻 嗯 头一段呢 就是说把孩子 最后等于是判给那边了 嗯 所以跟我 没有来往 两岁 您的孩子从两岁您就再没见过他了 再没见过他 今年孩子多大了 嗯 应该在三十一二了 其实我把孩子接回去过一次 在我们家住着 正好刚搬完家 我以为她得过几天才能找过来 实际上呢 没过两天 人家就找过来了 等于是 他们把孩子就给又得抢回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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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把她的意思表达出来 我姐这人呢 就是特别老实 其实她有好多苦 她都没说出来 其实两段婚姻呢 有好多原因 我觉得她说半天吧 好像说的都是自己的 不是似的 其实她都受了很多苦 比如说她的第一段婚姻 那家是一个独生子 而且是几代单传 然后呢 婆婆特别厉害 小姑子也特别多 就家庭细节这些纠纷太多了 而且呢 挑三件四 我姐这人是勤勤恳恳的人 就到那不会说什么 但是呢 这种重压下 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还有就说 比如说她的第二段婚姻 然后呢 其实我那姐夫 一开始是不错 然后跟我家呀 跟我姐关系还都不错 但是一个是她嗜酒 嗜酒这个是非常让人 忍受不了的 酒后无德 人嘛都是自私的 我觉得她 那个 那个姐夫 她有一个儿子 她可能也是为了 自己家庭着想吧 然后所以才有的第二次婚姻的结束 她有很多委屈 她宁愿自己受着 她也不会说别人不好 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但其实今天她想告诉我们的是 过去就过去了 就当她是一个没心没肺的 把痛苦都忘掉 享受现在的每一天的 简单的快乐 对 她其实我觉得生活就是 像我姐姐这样的 她真的特别简单 谢谢妹妹啊 你看看 她如果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吧 也算是亲生 不管跟谁生的 也是自己亲生的 就算离了婚 还有个亲生孩子 对她的造语啊 很同情 也很理解 她在前半生来讲吧 遇人不输 值得同情 但是如果让您再选择的话 您一定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 对吗 反正无不良事 来帮我去看一号先生的话头 你好 您是个宽容的人吗 一般情况下 没有什么大的原则的问题 我不会计较的 也不爱吵架 不爱生气 那你说生气 有时候气得实在厉害了 生气是有的 那气得实在厉害了 怎么办呢 从来不动手 从来不动手 那就急了就 真惹急了 骂他两句 他不言了 也就完了 事就过去了 那要言语呢 那言语 那我就跑了 我就躲着外边 咱就躲着是吗 对 这也是一种冷处理的方法 对 那热处理不是就打起了吗 那您喝酒吗 我喝小酒 小酒是多小呀 一两左右吧 每天都喝吗 对呀 我喝有时候喝的是那个补酒 嗯 养生的 是喝酒来这个滋养身体的哈 对对对 每天喝一两 这算酗酒 这能接受吗 不不不 只要他能控制得住就行了 每天一两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一天两吨呢 那是一天二两 就怕控制不住 我岁数大了 咱有的喝二两就多 不是您喝二两是没感觉 还是喝多了 你像我二两倒下了 你这孙岛二斤还占人 那跟人 跟人的体质不一样了 不是那您喝二两是属于 我中午喝一两 晚上再喝一两 那会是微醉的状态吗 跟没喝的感觉似的 每天二两小酒 差不多差不多 挺惬意的小时候 对对对 我这种生活非常非常普遍 所以以健康为原油的这个饮酒 这是你有好处的 您这个不介意吧 这个还可以 只要他能控制住量就行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介绍 我就特别反感喝酒 他喝一两不会闹事 从我爷爷上面 就往下就没有喝酒的 就是谁要说端着酒 装喝酒 我感觉特反感 不知道一号先生是否 和一号女士有匹配度 能够有缘分 过这样简单的生活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哎呦这带好吃的来了 对啊 太想你们了 哎呦这是给谁带的呀主 大伙吃吧 真的呀 对 女嘉宾先来看看啊 这做的酱肘是吗 味道怎么样 挺香挺香 很好 反正我就是喜欢会做饭的 因为我不会做 什么时候做的 我昨天晚上做的 用多少时间 完了以后 你还得腌着的 平常 今天上午切的 平常喜欢做美食 也经常做吧 大家好 我叫张志春 今年61岁 我是一个退休之工 现在就是没事在家 做个饭 这六流 弄一些好吃的 那些孩子们回来呢 都爱吃我做的饭 今天呢 是炖的是鸡 香菇鸡腿 完了以后呢 这个里边呢 可以涮菜式 泡饼啊 涮菜 这是萝卜 多吃点萝卜和冬瓜 这都属于润燥的东西 来到选择呢 找一个 有眼缘 有画缘 有人缘的女士为伴 这先生这个 带着菜来了 女士 您有什么 在给我们大家展示的吗 我穿着这个旗袍 跳这个小苹果 不太好 您愿意 带着先生跳一会儿吗 啊 你不不行 怎么了 这小苹果锻炼身体的 来吧来吧 老公 来来来 来吧 来来 不想不想我的唱 我绝对不倒 喝不饮水药 我说这个男的呀 看着确实随和 挺随和 跳这个舞 我不太跳舞 我也不会跳 因为让我跟我 可能还没他跟得好呢 就是能站起来跟着 就还行 挺大方 你好先生 刚才您这个 跟着一起跳小苹果 我觉得特别好 好什么呀 你 这说明你 不是你现在 等着放的时候 说来 我自己都得 闭起来 他就闭起来 但能说明您 爱学 然后大方 愿意配合女士 这是优点 您说呢 您觉得呢 我觉得比较随和 还是 很好的 是优点 对 你看 没白跳吧 没看到我的 他就在前面跳了 我在后边看 我的肚子 飞着哭了 王老师 你也跳来着 你观察到什么吗 我观察出来 他跟我差不多硬骨头 但是您跳的就是 好多了 谁呀 您看过去像我的 简直是 惨不忍弱 你看您就不会说话 您也说我跳特别好 你拿一个 这您跳的还跳得过去 看得过去 您也说我跳的还不错 王老师 您也不是经常跳舞的人 特别柔和的人 我硬骨头 硬骨头 王老师滑冰的 你知道吗 滑冰软了 软了不行 肯定是不成 我这是干嘛的 我这都是绿印 你知道想出来 趁您一下 这小孙年轻人 他这比划 这老险胜 我得给他挡住 你知道吗 掩护您 我想我 我还不特别怕 这个人挺大方 不是特别那种 害羞的那种 平常有助于 身体健康方面的运动 也做一下 也做什么呢 有时候跟人家 练一练那个什么 八段筋 能展示两下吗 我这个八段筋 就是 来 女士您听说过 这个八段筋吗 八段筋 就是慈悉太后 听说过 听说过 愿意跟着先生 现场来学习一下吗 他都跟您学小苹果了 简单来几个动作 互相嘛 良师一友 好不好 我就做两个 好 好 名掌前一波 这是他平常练的 就实际练一下 这叫双手脱天李三娇 还是下边这个 我再做一个背后七边百步销吧 行 就是这样站好了以后 我也做过这个 就边七下 一 二 三 我说是这样的 你一样的姿势 摆好了以后 一定让脚后跟离地 落下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 吸气 落下来的时候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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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要求这个是什么呢 浑身就是从这儿的 全震动 去镇定个全身的精彩 行了 就做 三长 我发现您今天发挥得不错 就是 不行 不紧张 挺放松的 是吗 但是 你看咱这一号女士 越来越聚集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客气 怎么才能让您放松了吗 只是我平时就比较爱紧张 是吗 胆小 你让他 不会呀 胆小 他真把您吓着了 吓着了 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挺阳光的 喜欢这种阳光连行的先生吗 喜欢 我觉得男同志们 到了这个岁数 这么阳光开朗 来说还是很好的 就是说 觉得这男的合适他 也喜欢他 他也不会太表现出来 他前面有 我觉得太坎后了 自个儿不会太外向 两个人交流了一会儿了 我们背靠背打个分 看一下对对方真实的评价 好吗 来女士 猜猜先生给您打多少分 基本上就说 我们俩应该打的分 差不了太多 好 现在看一下 第一印象你们打的分数 来 请看女士给您打的分 90分 女士 看一下先生给您打的分 和您猜想的略有出路 85分 先生有5分的差距 那可能女士 待会儿下场休息 说心里该犯嘀咕了 实际上 咱就说 咱就说 打的只不过是个印象分 那你要说真正的干嘛 她还是要 通过多了解 多听 现在您给我打了90分 一会儿没人听完我的故事 你没事 80分 没人70分 好 那这样啊 因为不太了解 我们一行先生具体情况 那女士 也先去休息一下 听一听她具体的故事 好吗 谢谢你啊 看着阳光 人又会做饭 这肯定是 谁都喜欢 那你的宝宝 我非常想见你 但是呢 我觉得那么 远远地看 我都心满意 我不想打破 你现在的身份隔壁 谢谢你 先生 刚才这女士在 我没好意思说 您是不是挺能抽烟的呀 我跟你这么讲 有时候没事干活 一年下雨 很烦 很烦 自己就一个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刚才跟您聊天 觉得您一身烟味 这今儿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就猛抽来着 没有 我今天到这儿来 就没抽 到现在还没抽烟呢 那平常一天抽多少烟呀 不到一包 不到一包 这有想过 借借稍微减减吗 我有一次借了 借了以后 就是说一天才抽几颗呀 抽三颗到四颗了 这跟那个抽大烟那似的 你要不负心 有人坚持鼓励你一下 就成功了 但是你说就自己 这谁 师妹 没个人 一孤单了一烦了 忍不住又点了一根 又抽去了 对 就这么回事 就说这周围的环境 是相当相当重要 也就是说 您是一个愿意为了家庭 为了爱 而坚决戒烟的人 对呀 有人在旁边督促您 这更没问题了 对呀 好 来帮我推荐 二号你是的话头 你好 你好 一号先生说 他这个平常有时候 孤独了或者烦的时候 会抽烟 您愿意啊 比如说将来再找一个伴 帮他戒烟吗 我可能帮不了 因为如果烟瘾 特别大的人 我发现他压根就戒不了 那您能接受一个 抽烟的男士吗 如果是个烟鬼的话 我想我可能不能接受 咱别一下就定义成烟鬼了嘛 如果是抽的不多的话 我觉得还行吧 那您觉得怎么着 就算是烟鬼了 比如说一天 他就是隔不了 15分钟就得抽一只 就是没事的时候 就是不停地抽吧 一天起喝烟 我觉得那个就是烟鬼 那满屋都是烟味 会把我们熏死的 就是您不能接受 在家里边抽烟 那在外边呢 那会得肺癌 早早死掉的 蛮那么严重啊 所以我说那个烟鬼 就是不能接受 如果抽的是那样的 抽的少一点 还是可以吧 那像先生这样 一天抽不到一包 然后也希望有人帮他戒烟 您如果有机会 和先生走在一块 会帮他吗 我不想给自己搞这个任务 下这个任务 帮助别人戒烟 我不想 你要戒 你就自觉戒 你不愿意戒 你就抽吧 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这个戒烟是自己的事 就是您自己自觉 去把他戒了 不要依赖于别人 也是对您的一个鞭策呀 环境 我说这个环境 有些人不抽烟 但是环境 大家的环境都抽烟 其实大家都对我们一号先生 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先通过一段啊 上次录制节目的小片 回顾一下 来了解一下我们一号先生 张先生是2012年11月 节目中的三号男嘉宾 当时在现场深情的师哥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这里 你一生 爱是人间真地情 选得有缘归家去 责伴共度夕阳红 藏头师 我爱选择 藏头 我爱选择 谢谢您 这个离异 您是有几段婚姻呢 我就一段 很简单 是哪年结的啊 77年结的婚 77年6月9号 您记得这么清楚 对啊 说明那个日子对您很重要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结婚的日子 怎么还不重要吗 对啊 那么重要 怎么就 这个家没有了呀 我相信有缘分啊 缘分没了 你要没缘了 两个人在一会儿过着 真的真的 就跟吃较辣 似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我觉得他这种性格 人到时候 我应该要找的 时隔两年 张先生再次回归舞台 他又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先生 刚才说哪年结婚呢 77年结的婚 77年6月9号 结婚的时候 是你们自由恋爱吗 对 我们一个单位的 那结婚的时候 其实两家人都很满意 他们家里不这么满意 就是有了孩子以后 我给他送信去 人去都不去 当时因为我们都挺忙的 孩子伺候他 完了以后呢 我给他写了封信 有了他们 他妈 后来我又快满月 所以我又接去了 他妈告诉我 看见我的心就给我死了 刚才跟那边那屋 我就跟他聊 我说 聊到他媳妇 那个跟离婚的事 我说他那个 你前妻现在 那个结婚了吗 我管那事呢 折纳的 怎么会这么僵的关系 我跟他们家有 我几年不来晚 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单位管装信物 我跟大伙 手下的人都说了 不许上边 不许干私活 不许带孩子 或怎么着 正好是放假时候 我把我女儿 我两个孩子 我女儿一直跟他奶奶 一块生活 我给他接过来了 接在朝阳这边 接过来以后 他就是我前妻 把他送到他妈家了 这是后来他语言话 谭家人说 张日春有能力 把孩子接了 就有能力带 花就给我送的包 真的 弄得很被动 很被动 赶紧找一车 把孩子给送 但您当时妻子 什么态度啊 就是说一说 我们俩就说 沟通上边很困难 他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自己琢磨 自己下决心 你知道这时候就是 我刚调这单位 因为工作表现也都不错 领导让我学开车去 应该是个好事吧 那时候司机考本 很难很难的 你知道吧 你考了本 还得我单位挂靠去 没有挂靠的单位 都不像现在 很随便 完了以后呢 他听说我要 领导让我学开车去 你看他怎么着 上我们单位就闹去了 为什么呀 他回家跟我离婚怎么办 他学了本事 他回来学成了吗 又过了一年以后 头儿就说了 这串 我们老家伙都快 不是退休就要离休了 最后一次机会了 说那个将来 换一领导 又不拥你 是不是你也跟着 装车去啊 怎么着 最后有个机会了 学车去吧 作为领导 都跟我说这话了 我原来是不想学了 这么学下去 这个家庭生活 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 它是挺复杂的个事 你不是两个人过日子 你这牵扯 两个人一起以后 两个家庭 好多的亲戚 家务室有很多 会有很多的问题 一直到我母亲去世 去世完了以后 家里没别的亲人了 就是说你哥 就是说他们平辈了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现在挣了钱 我全给你 我没扯的 我父母没了 兄弟姐妹 他都有个人的家庭 都有个人的生活 我挣全全给你 那你这母亲也过世了 所有钱交给妻子去管理 这应该越来越过 越过越好了呀 对呀 在九几年时候 一月给他三千块钱 那不少了 真是不少 我全给他了 我说这些钱 我母亲也没了 你爱怎么花怎么花 你打了水漂去 我不问 我真的不问 我就从来问又问过 那怎么还会走向 您听吧 完了以后快破了 这些钱 他们也打电话 说你过来吧 有事 完了以后我开车 从家乡开车就到参加了 完了以后 把钱拿过了 说这你要两万块钱 当时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 过后我太明白了 钱他就软移了都 我根本就不知道 钱他已经 从他妹妹那儿都不干了我 有这样的吗 不 他不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了吗 明着没有说过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把财产都软移了 把钱都 我这时候我心里不好 哎呦 真的 他跟你解释了吗 那不是 我跟他借了 过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他还钱 我就问过他一回 但是人家不愿意说 我人就是一个脾气 有一臭毛病 不好 人家愿意跟我说的 我认为 你就跟我说 我认为说的是真话 你要不愿意跟我说 我追着问你 说的全是假话 我就不问 你不说我就不问 一直在生活上面也是这样 不 这件事情在您心里 是有一个很大的阶影 阴影 这个行为我觉得不好 一搞就把财产就转移了 一个人怎么心里也不舒服吧 两个人的钱 你不商量 你就要拿娘娘去了 首先我们媳妇也不会那么做 她从她们家往外搂呢 就为了我们这小家 我跟你讲啊 您知道您犯哪会犯错误了吗 您啊 对自己太自信了 比方说您认为说 哎 我老家都走了 我干脆把钱都归我媳妇管了 您特别渴望的是什么呀 哎 我就不操心了 是吧 我也没那么多惦记 对 但是呢您有一句话说什么呀 这钱你就花去吧 打水漂我也不过问 人家还没打水漂呢 人家就给他们娘去了 您看您这不合势劲的 不不不 还有一件想说一件什么 原来在很早以前 人家说我们俩已经闹了离婚 都到单位开接儿信了 后来他把我哥姐叫过来 叫过来以后呢 我哥劝我 那还在想吗 什么都冲都冲了孩子 好 好 哥 你放心吧 完了以后呢 回去了 我就度有哥哥姐 大老远来了 我给他们一承诺 我就说很早之前我也要离婚 但是为什么不离 我跟别人考虑不一样 我一定把我俩孩子培养出去 全让他们成家立业了 那时候我心里边 一点牵挂都没有了 我觉得他这种人挺本分的 如果能到离婚的 可能也到了 已经忍不了的份了 实际上说起实在的 没人问我 我永远不提这些事情 你看现在孩子跟我 关系特别好 一儿一女 对啊 都成家立业了 对 儿子这是一个儿子 孙子 姑娘这是一个外孙女 一外孙子 真不错 我六十大寿的年纪 你就不知道 不是就想不到 我那个外孙女啊 今年上二年级 我没白疼啊 问他妈干嘛去 他说给你老爷过生日去 说买什么 就说买那个 就这花老是那种寿逃 是那个 那这归我买了 我自己掏钱 压岁钱 零花钱 给老爷买的 当时说着袋子 一过我说 眼泪都差点下来 觉得特别有温暖 有爱 有温有成就感 我对她们特别好 这我看厂下 这女士一直在那 窃窃思雨 我认识您 这也上过节目 看飞机姐姐 您现在还单着呢 单着呢 郭玉杰 是2014年6月25日 节目中的一号女嘉宾 性格直爽的郭女士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这个年龄段 年龄段 我可以理解 这人我接受不了 您希望找到年龄段 年龄段 60左右 70左右 不是这样 对撇了 都没画出来了 俩人合牌 幸福地过后半生 这是为主的 特欣赏大家的性格 现实一些吧 你的财 你财 你事 你什么都有 你今天什么都有 明天花 啥都没有的 就现实一些 找好的夫妻 俩人好好过日子 对 从一号女士开始 如果有新一号女士的先生 请上前一步 在节目中牵手成功的她 为何再次出现在节目现场呢 上次表现挺好的呀 好像你牵手了吧 上次 下去就完事了 下去就完事了 为什么呀 那天 好像咱录完节目 好像十一点半 快十二点了 完了走出去吧 我那些嘉宾啥挺多 完了也没说 好像她开车来的 要说要是 咱不说挑你什么礼 最起码你问一声 你怎么来的 或上坐地铁 我送你 怎么走 一声没有 下次可就跑了 跑了完第二天吧 是打电话的 就不想接 后来我接了车后她说的 哎呀我认识个东北大姐 东北大姐对我可好了 哎呀东北大姐 我说那你找你东北大姐 就别找我呢 就这么神的 她找了个别人呀 不知道 受伤害了 没有 我没受伤 没有没有 对厂上今天这位 张先生印象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您的年龄是 49以吧 马上帮我识了 五篇 在这儿小一点 小了点 您对年龄 太原兴了 十岁左右吧 没事 年龄不是问题 可以聊聊 先生对我们 厂家这位女士 您贵心来着 新郭 你贵心郭 对郭女士 第一印象怎么样 我说话比较直 小点 大妹你别生气 没有没有 就是四个人 太悬俗了 您担心年龄太小 对 会有代勾 对 她要能看上我 我就同意 你对她印象不错 但是她要真喜欢你 我不是说她喜欢我 她前提一下 我光喜欢人家 人家不喜欢你 那我老爷你 如果她要在 五十二三岁 这个绝对吧 这种类型 您肯定喜欢是吗 没关系 尊重您的选择 如果觉得年龄上 确实有差距的话 我们找一个年龄 相当的 可能会更好相处 对 来抱歉 二号你去的话筒 二号你是 您的年龄是 我是五十三岁 这个年龄合适 属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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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都算好了 您觉得年龄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您能接受年龄范围 是怎样的 可以可以接受的 您说可以可以 是可以接受她的年龄 还是可以接受这个人呀 这个人还不错 可以聊聊 聊聊也行 很勉强 先生说您很勉强 关键是不了解 我一下不能那么确定 很多女士都要客气 来说 行聊聊吧 还行不错 您说是不是 是 好那咱们就 掌声有请二号的嘉宾吧 当面聊一聊 来有请 我叫魏小盛 今年五十三岁 退休 陕西人 在陕西工作退休 因为女儿在北京工作 所以我也来北京了 绘画 摄影 书法 和游泳 都是我的最爱 这幅油画 是我给我女儿画的画像 你画了多长时间呀 这幅画 不好意思 画了有一个月呢 其实最失败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最后这个五官比较失败 因为我刚起笔的时候 我特自信 我觉得我画人物 是比较擅长的 就是能够就是说 把人画得比较像的那种 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但我觉得五官还是有个点 不是不尽完美 哎呦 这一只大个好事了 是什么样 这是我做了几个 我们家乡的 那个特产的饼子 挺漂亮 我比较喜欢中美人 因为我在中美栽 来先生尝一会儿 不是真的 不好意思 我跟你解释一下 刚才主持人问我 那个 我不是说你是烟鬼 我的意思是 就那个抽烟的事 就是广泛而言 因为我没听清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你先做先生 我得先批评你一下 这女士专门做的饼拿过来 让你尝一下 你就不吃 哎呀没关系 你做的那个肘子 我都吃了 好吃吗 好吃 做的真的好吃吗 真的做的好 口重一点 我是厨师 那评价一下 我学过厨师 做的真好 我吃了 是吧 我每天三顿饭之外 抽了喝水 也抽烟 再不按摩这次 任何的结果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三顿饭之间 应该吃点零食 应该不抽烟了 这个采取自愿 你不要强求 人家不想吃 就不吃 没事了 那您帮我摆下话吧 酥的 是酥的 你尝尝就知道 这男的这个状态 一点都不带着他 人家给了 这情况下 出一礼貌 就应该抢一块吃 您是厨师啊 我学了厨师的 我在我退休之前 我专门学了三个年头 两年多的时间 我有厨师证 但是我也是属货 终于厨师证 我有女儿 我还学了月嫂呢 因为我的孩子 是不是今后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生 您能提会刚才女士说的那种心情吗 为了照顾女儿 包括女儿的孩子 专门去学这个什么 育儿嫂啊 月嫂啊 甚至厨艺 能体会这种心情吗 说在退休以后 人家把退休以后的生活 就是从设想上来讲啊 多丰富啊 来 说下您对女士的第一印象 我可以问你的问题吗 好 请问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我做过很多事 我下过乡 当过老师 一级政府做过副干 我在电视台 当过报纸 当过编辑 文字编辑 当过美术编辑 就有点高不可判的感觉吧 有压力了 高不可判了都 我现在就无业游民 我什么都不是 你别想那么多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现在已经政治退休了 我什么都不是 要这么说 那我就得 要是看上了 我就得打退当务 现在性格肯定很高啊 其实我觉得对于 这个二号女士来说 也是刚刚来到北京 有点像北漂是吧 对对对 还是漂是 他其实更希望一份 踏实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 是的 会吗 对 咱老北京一直生活在这儿 我是真正的北京人 您就住在 您也通回河边上的 现在那儿 现在那儿不是给拆尾了吗 哎呦那梁香可好 一大房子带着院子多好呀 您这就要找一个天然人 或者休闲在这地方住 您喜欢先生说这种方式吗 就天然生活 那喜欢挺好的 我那个房子呀 就是跟楼房一样 有暖气 一百好几十平 这里是我的家 来 走 大家进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好您就住去了 哎呀 哎呀 太开心了 谢谢 完全是这样 我原来心里边有一个梦想 可以找一个外律的 但是呢 要求它有房子 完了以后呢 跟我候鸟式的生活 互相窜一下 两边跑是吧 我在武汉还有一个小房子 在武汉三处 你是大候鸟 一年可以从武汉 汉又过来了 像对着 我挺现了 对着生活的 嗯 那这不正符合您吗 您要对我有 就是也有演员呢 我们可以留个电话 等一下 咱北京老爷们先说自己 先想想自己的内心 动了情没有 对这位女士 有没有好感 先说自己 有好感 您还说动情 现在不敢说 动心 挺好 她还是不 还是不敢选可能 所以男士呢 就发出了 现场有单身的男士吗 您是单身呀 您呀 你看咱这场上的老哥呀 这磨磨叽叽的 您这个看着急吗 很着急 很着急 您属于哪种类型的 比如碰到喜欢的 您是会直接表达 去追求 还是像咱这先生的样子 左思右想 磨磨叽叽的 穷追不舍 猛追到底 真的呀 我就喜欢这种了 张辉 56岁 黑龙江人 黎毅 销售经理 选责语录 我为寻找你而来 场上这位女士 我们也交流了一段时间了 您对她印象怎么样 你还可以 只是还可以吗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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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您刚才说那个 只要有点动力 推动下 您就穷追不舍 什么来着 一追到底 对这位女士 您会这样执着吗 可以 真追呀 真追 怎么追呀 先点殷勤吧 展示一下自己的才是 好不好 你有才艺 什么才艺呢 我上台 他挺勇敢的 真是给自己加分 您是要唱歌吗 还是要跳舞呀 啥都会 啥都会 琴棋书画门歌上舞 真的呀 对 真的 那就问一下女士 琴棋书画您更喜欢哪一样 我喜欢油画 诗情画意吧 来一段诗好不好 好 来 生活 永远是美好的 可是真正的生活 只属于那些谦虚的人 忘我劳动的人 还有会选择的人 他这个 就是说把你这实际的这些情况 都跟你说的里头 就是说有些人 能够总结出来 能够表达出来 这就很容易 如果你选择对了 你就有光辉灿烂 美好的生活 如果你选择错了 那你就没法活 不 不是的 因为天下 没有后悔的药 但是他有后悔的路 你走错了 可以走回来 再走回去 这就是选择 这就是希望 一号先生 你觉得刚才这位先生的诗怎么样 我小小带了 好像写了四句吧 您也带诗了 我这个是 七律 一号先生好像对那个 观众习生那个 有点不服 有点挑衅 选择恩浦 众云生 沐浴多少老年情 红线细定西阳爱 南宿心中感激生 好 两位先生的诗啊 各有特点 您更欣赏那位的 哎呦 我对诗都没有太多的研究 我都挺佩服的 我也想 想写诗 但是我讲了好长时间 我一句也想不起来 这个先生刚才说 还有别的特长 会唱歌是吧 歌是不错的 再给大家来一首 好不好 模仿委员的声音 红金不怕 远真难 晚岁浅山 只凳险 武林围夷 腾西朗 无门板波 走泥湾 闪君国后 尽看野猫 这女诗更难判断了是吗 是的 特来 就说有没有诗都无所谓 只要是有演员 先生您既然上场了 您觉得您和场上 这位先生相比 对于这位女士而言 有什么优势 比她能稍微强一点 强在哪啊 年龄能小一点 张先生恶狠狠的眼神 看着您 没有没有 台下这男的还年轻 可是呢 跟台上那个长得差不多 可能还要比他显老一点 您觉得您和这位先生相比 有什么优势 我是北京人 您是北京人 半个北京人 这个话怎么说呢 因为听听口音 应该不是北京当地人 对 那怎么就是半个北京人呢 冬天上北京 夏天上北方 也是像号鸟一样的生活 那您现在是还在工作 还是 在工作还没退休呢 那您是工作允许您两边跑吗 可以啊 您是什么工作呀 食品销售 在北京也有工作的地点 北京没有南方 到哪都在北京路过 你是路过北京 还是住在北京啊 也住 路过和 不常住 短住 还是有区别 是吧 对对对 那您是以后想在北京生活呢 还是说回北方老家生活 北京也可以 北方也可以 您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谁呢 交给 他 要说这俩相比 他还是喜欢那个 台上的 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情况 离异吧 嗯 孩子呢 孩子在深圳研究生 哦 毕业了 毕业了吗 毕业了 参加工作了 女士 这两位先生各有特点 一位先生是北京当地人 那一位先生可能是从外地千里迢迢赶来的 这两位先生您更喜欢哪种类型 他俩这种状况啊 嗯 就是说 抛开不管什么 你清晰说话 什么都抛开 就是说 他的情况就稍好一点 他比较稳定 更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类型的是吗 是的 他相应来说 就是说稳定一些 这女士更欣赏这种类型的 您是直男而退啊 还是直男而上啊 直男而退 好吧 那谢谢您刚才的才艺展示啊 谢谢您休息一下啊 比如碰到喜欢的 您是会直接表达去追求 还是像咱这先生的样子 左思右想 磨磨叽叽的 穷追不舍 猛追到底 就是说我来 来嘛 就是选择嘛 就既来者则选择啊 既来者则追子吧 对不对 有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你来干啥 是不是 你不能光来 因为有那么多人追求 你还不选 左思右思的 干啥 就光为了展示自己啊 没有用 你这是从 从生能量特意赶过来 入检 对 你先要去留北京的 还是说希望带走一个呢 哪都可以 因为单身嘛 是吧 哪都可以 哪相当 哪合适 哪比较好 就在哪都可以 女士要去讲她情况 您要下场休息了 您下场之前 有什么想跟女士说的吗 哎呦 这是什么呀 一个 吊柱 哇 很漂亮啊 你喜欢吗 挺喜欢 这个您是专门 给女士买的吗 不是 这是我家里的 加船的 也不算加船 反正它这个 加上收藏的小物件 现在人家能接吗 不好说 要看上了 也能接 非常漂亮啊 我觉得先生心意 我心意我领了 你送这个太珍贵了 真的 不算什么 情意无价 我领了 你这个情意 我已经领了 这样我知道 您也先稍等一下 先生 这个您先拿着 最终选择的时候 如果您还决定 选这位女士 咱们送出来 好吗 好 不要拒绝我 先生特别担心 拒绝我很没面子 来先生 这傻子 你说愿意 不就完了吗 他还是不 还是不敢选 可能 我觉得今天先生 很有诚意的 你也听咱们女士的 具体的一些情况 好吗 休息一下 他绝对不是我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 我也很自信 在那点来讲 我真的很自信 他的优势就是 比我年轻一点 比我小个五六岁 但是我优势 我是真真正的北京人 我有安定的家 有安定的收入 有医保 各方面我都不缺 那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您的婚姻情况吧 什么时候离异的 大概在孩子一岁多两岁的时候 当时孩子那么小 您也那么年轻 怎么这婚姻就解体了呢 当时我就做那个行政工作 一级政府做副干 他要求我上班 就是上午这半天的时间 要写十张那个 十六开的那张 那只要写十张的学习笔记 不要跟男的说话 不能跟男的说话 这个就是说我坚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没能坚持下来 他对您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但是人家要求咱们学习 也是个好意 是咱们自己没做到 是他本身学士很高吗 他是个中学教师 不让和男师说话 这个工作中所有男的 所以这个我不说不行啊 那我们单位呢 领导都是男的呀 您觉得是他太爱您了 还是占我欲太强了 我看这个谈不上爱吧 如果要是真正的爱 好像不会是这样子 嗯 你现在心胸懈怠 这有点事 他就是有事没眼的事 他都能跟你练习上 嗯那肯定得离 就即使不离 也得就是说离开他 谁提出的离婚 我提过他不是没同意吗 我就是要求一点 我说可以去活动工资 我也可以交给你 但是就是你不要骚扰我休息 您跟他要求的是 不要过夫妻正常生活 那是肯定的 为什么呀 不是他不离婚吗 你伤害得太深的话 好像你就不好再交流 特别是夫妻 比如说他打你一顿 他掐快掐死你的时候 你再去跟他 你还说什么夫妻生活 那不是那不是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 我觉得 他当时是这么过激的行为吗 他曾经有过 我说我最好不要动手 一巴掌也不要打我 一巴掌就把所有的感情打没了 一巴掌如果打来的话 我想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因为我不能原谅 我如果原谅这种行为的话 那就是我乐意他打我 那下次再打我 又原谅算了 我不是老挨打 我觉得这个家吧 还是说 孩子得经营 我们过去差就差在这方面 这二十多年 有男士走入过你们的生活吗 肯定有 但是没有走进来 因为我觉得我孩子小 我培养孩子呀 要花费我的精力 我如果跟别人合作了的话 不是说经济上的都是次要的 你跟别人合作 你是不是要付出 你要付出 我还有一些责任 我就是怕我那个责任 给人家付出的不好 然后把我孩子也耽误了 所以我就一直没考虑 您说了好几次 把这个婚姻关系说是合作 您觉得婚姻关系 是一种合作关系吗 婚姻关系 我觉得其实挺复杂的 这个感情 人的感情啊 需要培养 那培养起来好 但是就是不能伤害 你太伤害了 有的时候啊 它很难恢复 从你这个第一段婚姻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 可能对生活有一定的要求 那很多人说 哎呀 吃饭 哎呀 凑合做 想好吃的就下馆子 但是你为这个可以去学习 我是厨师 那平衡一下 我学过厨师 做得真好 我吃了 是吧 我学了厨师的 我在我退休之前 我专门学了三个年头 两年多的时间 我有厨师证 但是我也是水货 终极厨师证 我有女儿 我还学了月嫂呢 因为我的孩子 是不是今后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这女儿还没找到这个婆家 您就又开始准备着说 如果有了新的生命 我如何去当这个月嫂 然后我如何当育婴嫂 你想得非常远 可能真的这个孩子 出生了以后 您又想了 我是不是弄个家教再学学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 这一段谈话 可能让我有些担心了 而且我也特别希望 我今天之所以找老伴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 真的很孤独的 所以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男人 而不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和我一起为我孩子服务的男人 这是两件事啊 所以你一定要明确 我当时觉得今天一号先生其实挺难得的 他也说了 如果你需要 愿意将来和你一起去照顾女儿 讲得挺漂亮的 这个二号 待会你也给人献话吗 那还有要上场的二号先生 他也是一个北京人 他也有自己的喜好 有自己的择有要求 我们也一起认识一下他吧 好吗 来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你好 先生 握手吗 我找你好 王莹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有您这鞋擦得挺干净的呀 不是 新鞋 不用擦 新鞋呀 专门为了上选择买的 不是 买了又挺长时间 一直被穿 您这身衣服也新买的吗 好看吗 那么 没自信了呢 那么夸我有品味的衣服 来 一起看一下 二号先生的基本资料 二号男嘉宾 罗正武 62岁 北京人 丧吼 国企退休 选择语录 只要人好 哪里人都可以 只要人好 哪里人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 您对地狱没有要求啊 比较广泛嘛 先说出来 是吧 那其实这样的作者 就像他这种情况 在北京有落脚地儿 闺女在这儿 是吧 其实也挺好的 只不过我 我刚才说了 不想跟一号 竞争了 没关系 现在人家 一号说 就看他的了 就看他了 只要他 所以我还 你就不参与了 对 我就不参与了 君子不多人所好 有这 有这意思 那这样啊 女士 您去休息一下 冷静思考一下 我们最终选择 再见 好不好 OK 好 谢谢您 来这边 一号男嘉宾吧 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 做的那个肉确实香 挺用心思的 然后人也很随和 还愿意付出 其实我没有 就是说我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我压根没想着让别人也掺和进来帮我照顾 没那个意思 但是主持人问他 他都答应了会这么做 我真的觉得他人不错 挺善良的 您这是因为君子不多人所好 有这个方面因素 不参与竞争 但其实就是二号 你是这种类型的女士 谢谢您吗 挺漂亮的 真的 咱们说心里话 也有素质 我看过选择 反正有时候出现竞争的话吧 到最后选择的时候 两个人选一个 就闪得更厉害 闪得更厉害 我觉得人家挺匹配的 一号还说 就看他的态度了 只要他一点头 对 一号先生绝对 所以说我就干脆就 就别当最后的局面了 尴尬的局面 是吧 他真愿意竞争 我也不 我真的 我很欢迎 你看看 我的竞争对手 你下下手 你别走我 咱们不是什么 不是心底 也是朋友 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了 对 您是希望找一个 也退休的两个人 一起享受晚年生活吗 55左右 您这是退了两年了是吗 七年了 我55退的 55岁退的 退休以后 这生活都主要做些什么 千成绝 前期没去世呢 那会儿 是生病了是吗 对 是肺癌 哎呦 哪年呀 07年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过元旦 然后检查出结果来了 当时是咳嗽还是什么 是一直咳嗽 当咳嗽痣 实在不行了 说咳嗽的那么厉害 说拍个片子看看吧 他跟他姐姐陪他去的 然后回来 假装还挺镇定 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 哎 告你一事 我检查出那个肺癌了 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你 你别吓唬我 然后我就有点那个 难以相信 难以相信 然后我说你再说一遍 其实他自己也绷不住了 我拉了 他就哭了 说说已经 已经都不能做手术了 当时就是 哎呀 那心情完全是 别提多难过了 从八件到离开多久 九个月 911嘛 那天去世的 当时我们在斗电中嘛 然后看病 只能在宣武医院看嘛 在宣武医院旁边 租了一个单间 就楼房里头的一居 然后我就 从那天搬过去以后 就天天就是 带着他上医院 然后打化疗 什么自费药 反正就是 一天都没离开过呢 九个月一直陪着 爱人守在这个 医院门口的小房子里 反正就是 那一段时间啊 反正我也是 他也痛苦 我是也受了点罪 反正 冬天嘛 爱人和您 以前照片啊 我想想这几年 这是 四十 我四十二 他三十七 这是二十年前啊 我是工人退休 后来他自学 弄了一个 单位的那个管理员 管着一些人呢 哎呦 这张照片真好 这是结婚第二年 孩子还 还他歇两年产假嘛 嗯 我呢就是 玩意一点也没收累 这是老十八雕的 嗯 这点可以加分 挺难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需要找一个了 也就是过世一年以后吧 嗯 就想找 但是呢 那会儿就有选择 老看 嗯 也不敢来 就是有点面子的事吧 有人给您介绍过吗 当时有人介绍 就是去世的时候 没多久 我说 我说 甭管什么样 我先不谈呢 不到三年 嗯 我是丧偶嘛 跟那个离婚不一样 离婚就是 不是说掰了 就是没有什么情分了吧 你丧偶的可不是 我那个 我跟丈母娘 跟那个 那个大姨子 小舅子 关系都特好 现在依然走动很少 对 我每年都去 全安学者的 小舅子 儿子结婚什么的 都给我打电话 然后那个没事 就打电话 说你过来坐坐 咱们喝点 正常的 他又不是说 打离婚啊 或者是没仇没恨的 完了呢 你说你说这些 尤其这个选择 那个面那么宽 是不是这样看 多不那什么呀 帮我推下三号女士的话筒 这先生一直吧 这之前犹犹豫豫的 没有定下心来找 他也担心自己和 之前爱人的 娘家人 关系都处理得特别好 尴尬 怕尴尬 怕就是再找了新的 这个爱人之后 有点尴尬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跟丈母娘关系好的 那是应该的呀 所以先生 这个不要有顾虑 我既然来了 我就没有顾虑了 帮您找这个女士 来证明了一下 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 再婚 很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遇到丧老的 所以不要有顾虑啊 三号女士 听见了 再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会陪着他一起去吗 如果需要的话 他要愿意 我可以陪他呀 哎呦 这个答案您满意吗 我觉得应该 那先生这样啊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您之前的婚姻状况 您现在退休之后 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自己在家 让我儿子给我弄了一套 那个卡罗卡 您自个儿一个人在家 还唱唱歌啊 唱完了还上传 网上传呢 哎呦 你够时髦了呀 是 对哪首的是那首歌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只能唱那个 哎呀 好 来一起欣赏一下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等到我们老的 哪儿也去不了 我还把你当成 手心里的宝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这首歌 唱得您掉泪了呀 哎 想起一些事吧 现在唱的是 最难忘的是 一起变老 我最 记忆最深的就是 我去世老伴 就是在那个 还有两个月 就说 九个月去世了吧 七月份的时候 医院就 就是一些 正规的好医院 都不愿意留你了 你就没有什么治疗了 就是维持 人家医院里什么打进口药 这个那药你都不用了 所以就说你回家那什么去吧 后来就是那天 说转院 他说他跟我说他想回家看看 哎呃 就我就记得就是 哎呃 就我就记得就是你回去待了有 就说待了两个钟头吧 你不能你 你不怎么总统又走的时候吧 哎呀就是走的那一刻 我就看我 我媳妇那个 最后关门离开家的那一刻 还有那个那个 就是就是那种恋恋不舍的家呀 那那叫人就是一下就真真心都碎了 舍不得离开家 对 舍不得离开你 正好他那眼睛还就还叫我给看见了 特别也留恋人生 留恋这家 所以说这 这也是我最最难忘的一件事 嗯 但是我觉得啊 我相信您的爱人很爱您 他也希望您晚年的生活 不要那么孤独 凡事 对夫妻感情都特别好 经过苦难生死 他就不像这个第一婚在这儿了吧 他不一样 咱都滑很轻轻啊 展示自己的才艺 擦干眼泪啊 咱们用笑容迎接三号女士 也迎接未来的生活 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你好女士 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专家好 专家好 你好 见着你 特亲切 好 来 两位请坐啊 请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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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我们这眼中还有泪花呢 已经过去的事了 往远处看吧 丑人挺开朗的 性格开朗 我看您一上场 这个这是您女儿吗 她这这好机 咔咔咔 使劲快 我的 儿媳妇 儿媳妇啊 来 说一下母亲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妈妈是特别的坚强 然后特别的会为别人着想 那给婆婆一些祝福吧 我希望妈妈能够找一个懂她 然后能够理解她 照顾她的叔叔 然后陪她共度下半生 好 来问一下你先生啊 小伙子 简单说两句啊 你觉得厂商这位叔叔怎么样 还行吧 你一说还行 还行就不行 你看 你还是让媳妇说吧 你不会说话的 你说说 我觉得叔叔挺朴实的 然后挺直爽的 适合妈妈吗 我觉得挺适合的 儿媳妇说话 在您心中分量足不足 足 妈妈脸道很红的 儿媳妇的观点 跟我都差不多 在家的时候也是 什么观点 我们俩都特别的 不育儿儿童就能想到一块 今儿也不育儿儿童了吗 嗯 再一会儿再听听 一会儿再告诉我们 一会儿再听听 她是北京户口吧 这一点两个人就叫到一起了 现在就是看这个男的做饭怎么样 她说她不会做饭 先生 好像这一家人对你印象都不错哦 您对女士第一印象呢 她说挺好的就是挺好 北京人说挺好就是挺好 挺好就确实挺好了 来那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三号女士的具体情况 来看一下女士的基本资料 三号女嘉宾 赵黎霞 56岁 北京人 黎毅 服装厂退休 选择语录 寻觅一位有共同语言 愿意与我一起旅行的男士为伴 专门提出了要一起旅行 因为我喜欢旅行 先生喜欢旅行吗 还行 我估计啊 您退休以后这些年 头几年照顾爱人了 后来几年一个人也没心思出去 就去过 那不算旅行 那算 串七年 去过出去两次 出去两次 那如果像三号女士说她喜欢旅行 您会陪着她去吗 可以 可以啊 女士最想去哪啊 嗨 我说是爱旅行 实际上呢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 您还没时间 您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 就是从退休开始 一直就照我爹妈 刚才在后边我还着急呢 从来没给我爸爸一个人搁家那么长时间 那这老父亲知道您来选择 我没跟他说来选择 我就说我们三个人出去有事 说四点能回来 结果到现在 四点才开始 您不放弃老父亲 从来没给他一个人搁那么长时间在家 那这个照顾父亲的这个责任 是您一个人承担吗 就我一个人承担 就一个孩子你是 家里唯一的女儿 一哥一姐 我姐她看孙子 我哥呢还没退休呢 所以就我没有事 我就把这个承担起来了 我相信您在照顾老人时候一定觉得也挺幸福的 因为看您现在整个状态都很好 没觉得是个迟累啊 也没觉得特委屈 在赵女士退休后 开始回归家庭细心照料生病的母亲 直到2012年9月母亲去世 后来又考虑年过80的父亲身边没有人照顾 便继续留在父亲身边精心照顾父亲 我今年八十 十十九十 看着您的镜头 她问小女儿对您怎么样啊 小女儿对我好着呢 要没有她我活不了 我活不了他们健康 配药 拿药去 回来配药 问您感觉幸福吗 感觉幸福吗 幸福幸福 感觉幸福 由我们老婆的伺候就幸福 这个老父亲需要您基本上天生的照顾 对对对 那如果将来找了一个伴侣的话 怎么处理呢 先从老父亲这开始 先紧着老父亲 其后呢再想自己的事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婚恋啊 像先生说 他希望找一个人能够一起慢慢变老 您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如果要说对方愿意的话 带着老父亲出嫁 要不然的话 为了我自己把老父亲再交给别人 我也不放心 从情理上也过不去 但是志望老师 那这样会不会对择偶有一些障碍呀 我爸爸也是82岁了 好 那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那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就承担不同的责任 那可能现在可能我比较忙 那可能我姐姐 我妹妹 我弟弟 他们就承担很多的责任 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 那可能如果说某一天 我一个妹妹 她要有什么事情 那可能我们整个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其实您也一样 你的个个姐姐 其实很希望你幸福 是吧 很希望你晚年能有一个伴 对吧 而且我就说56岁了 那他们也希望您尽早的去解决这个个人问题 那他们就要去承担一部分呀 这个事情 就是说 家里的事 比如说子妹好几个 你愿意一肝子挽过来 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个好事 但是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 我们没问题 我们说找另外一半 他们更多的想过一些单纯的生活 他们比如说这个跟笑与不笑没有关系 就是人们的期待 人们希望自己可能是劳累了一辈子了 或者半辈子了 终于下定决心 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那可能和一个新的爱人白头到老 所以他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期待中 可能没有这一段 我觉得这应该能够理解 其实我也挺期待 就是说两个人的生活 因为我这么多年了 我也想感受一下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 他没准备好 为什么 您一想你有这么多事情 就找过孩子 找过八十岁的老父亲 你说咱就说老 像我们岁上的人 知道吗 你要说天歌一放的 我肯定不敢 就像刚才我说的吧 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就说我哥哥我姐姐呢 他们没准就像您说的 对 也许他们 我告诉他们 我到上选择了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上选择 我如果要跟他们说了呢 他们肯定会支持我的 对对对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的事情呢 就会隐忍而解 我觉得呀 其实 你是这一点啊 我们先不说将来如何处理 更利于所有人的这个幸福生活 至少他这样去照顾父亲 代表他这个人的善良 孝顺和爱心 这个人的情感是相通的 他能够去孝顺一个八十多岁老父亲 放弃自己所有的娱乐生活 他也会投入自己所有的爱心 去爱他的老伴 照顾老伴晚年的生活 这个情感和相处方式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点也希望 这先生啊 包括我们电视机前 比较欣赏这位女士的男士啊 也给大家就说的比较明白一些 别有那么大的压力 只要喜欢他这个人 就可以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就应该找一个离家近点的 二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你就能回去 你是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婚姻状况吧 我是01年离的婚 实际上呢 就说离婚嘛 当然俩人都有责任 最后离婚的导火索是什么 就是我们俩在孩子教育方面 完全不一样 他再婚了吗 我不清楚 不联系了 有孩子结婚的时候联系了 后来再婚没再婚 我们不知道 能看起来您现在状态 对于这段已经破裂的婚姻 其实基本上放下了 也没有太多的怨和恨 对 没有恨 也没有怨 两位也做了一些了解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讲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那么全场五位男女嘉宾 有的是像先生这样 其实含着泪在录节目 最后关门离开家的那一刻 还有那个 就是那种恋恋不舍的家呀 叫人一下就真心都碎了 像这位女士呢 有孝心 也同时渴望着爱情婚姻 我们到了中老年这个阶段 每个人都有相对复杂的经历 和相对复杂的现实情况 也希望各位呢 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多去理解别人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最终选择的环节 有请各位 一号先生 选择吗今天 选 那必须选 来走到中间 停 二号女士 您愿意啊 比如说将来再找一个伴 帮她戒烟吗 我可能帮不了 那您能接受一个抽烟的男士吗 如果是个烟鬼的话 我想我可能不能接受 哎呦 这什么呀 一个吊柱 哇很漂亮啊 你喜欢吗 挺喜欢 这个您是专门给女士买的吗 不是 这是我家里的 咱们以后 多了解 多接受了解 好吧 谢谢 哎呀 这么快 来来来 先生走到中间 先生 这玉杖可以拿出来了 收下 给戴上呀 好 您送这个玉杖 应该有寓意在里面是吗 就是说保佑她 健康 美丽 直到永远 也希望这个 紧紧拴牢的小玉杖 戴在女士的脖子上 能够把情意也拴在一起 是不是 好好相处 好吗 多去接触 会发现笔子身上的好 对 是吧 来 二号先生 你看人家花也递了 树也戴上了 您这羡慕吗 羡慕 今天送花吗 我 算了 送不送啊 算了 算了 不送了 好没关系啊 其实今天这个 三号女士一在告诉我 她心中有很多感慨 那么我也借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 三号女士把这份感受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吧 这是我对生活选择栏目组的一点点感言 生活选择栏目组是我们的娘家 全体员工是我们的娘家人 你们是修复社会细胞的工程师 你们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无私奉献的贴心人 有好多再华丽的语言 也表达不了你们对我们的那份责任 总而言之 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谢谢 谢谢 无论是已经通过我们选择栏目组嫁出去的 还是没嫁的 娶了的还是没娶的 我们选择栏目组永远是你们的娘家 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也祝福所有的单身的男女朋友 早日喜结良缘 祝福大家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 两位牵手离开现场 大家好 我叫阿学宝 今年57岁 国企退休 欲寻一位男士年龄 比我大个10岁之内的 人品好 性格好 有责任心 无不良嗜好的人 我叫赵黎霞 今年56岁 东华服装公司退休工人 我想选择一位 能沟通 会沟通 懂生活 会生活 重视家庭 爱惜家人 身体健康 有独立住房 无不良嗜好的男士 二号男嘉宾 罗正武 62岁 北京人 善吼 国企退休 选择语录 只要人好 哪里人都可以 四位地道的北京男士 他们性格各异 我今天就是 也就是最后一回 以后就 我也不来这了 找找战友 同学聊聊天去聚会 还就这爱好 谁都没有了 今天坐在这 向全北京市人说 你如果跟我结婚 你在结婚证那天 你把你所有财产 先过到别人去 显一个理想的 对吧 那些生活关系都不到这来了 二十三位优秀的单身女士 他们每一次的喜欢与不喜欢 都至关重要 直接表态 将来以后 如果你先 这什么 我会像撤我妈一样撤我 各书己见 老百姓就要过老百姓的生活 平平淡淡 快快乐乐 他是北京人 好像北京人 有的不喜欢走外地的 我是湖南的 所以我刚才自己住不喜欢 敬请收看明晚的选择 咱掌声有请 两位相互喜欢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了很久 我想想的情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辈子 我就爱你一个人 嫁给我好吗